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咱们继续学习微优异3 不过在给您分享视频之前 首先我还是先感谢一下 能够开通我YouTube频道会员的朋友们 您的支持是小马一直做下去的动力 真的是非常的感谢 好 那咱们开始今天的主题吧 什么内容 大家请看我的标题 事件的多处理 上一期我给您讲解的是 事件的单处理方式 其实它还可以处理多个方法 咱们今天就来学习一下 好 咱们先看一下今天的知识点 咱们要在事件接口中定义多个处理程序 咱们先看一下上一期 上一期咱们是做了事件的处理 大家请看 比如说在这个按钮的单击事件中 咱们后面写上了一个处理函数 对吧 咱们写的都是一个处理方法 一个处理函数 对吧 今天咱们要做的是 做多个处理方法 其实这个知识点很简单 但是作为一个知识点的了解 您应该掌握 好不好 那咱们马上看今天的代码部分 今天代码部分 大家请看 主要是这一行的区别 点下一个按钮之后 onclick 大家注意看 刚才给您看到的是 仅仅有一个处理方法 对不对 现在不了 大家请看 我这个地方用逗号分割 这个地方咱们可以写多个处理函数 或者说处理方法 在VOE中也是支持的 然后呢 每个处理方法的写法呢 就是咱们普通的这个 Messels 对吧 普通的处理函数的写法 完全的一样 仅仅今天这期的 knowhow是 在这个地方 咱们可以用逗号分割 传递多个处理函数 好不好 VOE呢 支持这种语法的写法 但是在实际开发过程中 我是不推荐您这样写的 为什么 您想 您一个事件 不管您是那个 unclick unblur 等等 是叫unfocus的事件 结果您在这事件里面 写多个处理函数的话 有时您调试起来会非常困难 为什么呢 因为您也不知道 这个行为是如何发生的 是在哪个时间点发生的 其实呢 是多个函数的传递 而且函数之间的调用呢 也会存在着问题 好不好 VOE中呢 支持这种写法 但是呢 在实际开发中 我不推荐大家这样写啊 OK 咱们说了这么多 马上咱们运行一下啊 虽然我不推荐大家这样写 但是这个知识点呢 您还是要知道 好不好 OK 稍等 我考上咱们的模板程序 现在最新版应该是RC9 对吧 然后回来 在考卖上 今天咱们代码 今天咱们代码没什么 和上期完全一样 仅仅是在这个unclick事件里面呢 我定义了两个函数而已啊 咱们试一下 好 咱们马上运行 今天呢 是第22课 咱们看一下啊 刷新 22 这呢 点击 这是刚刚我建的index文件 点击打开 大家请看 页面上出现了一个按钮 点击它并且加1 对吧 没有问题 然后呢 咱们再点击它并且加1的这个地方 咱做两函数 第一 click1 这个呢 仅仅是让这个count变量加1 click2呢 我传了一个全局事件对象 在click2里面呢 输出事件对象的各种信息 那么咱们再点击这个按钮之后 它先把count加1 然后再输出事件信向的一些个信息 对吧 事件对象的一些个信息 好不好 这是今天咱们这个按钮的点击行为 咱们就看一下吧 注意看 我点了 首先这是加1哦 大家请看 加1的同时 下面输出了事件对象的各种各样的信息 这个信息在咱们上期呢 我已经给您讲过 对吧 OK 这就是今天咱们做的 如何在一个事件中呢 添加多个处理方法的一个小知识点 这个知识点呢 我认为啊 在实际编写代码过程中 您尽量少用 但是呢 作为一个知识常识 您了解就可以啊 OK 以上呢 就是今天给您分享的所有的内容了 咱们在一个事件当中 添加了多个处理函数 不是很难 希望您呢 能够了解 然后我今天的代码呢 都会放到GitHub上去 有兴趣的朋友 您就下载参照吧 然后今天的视频呢 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 谢谢您的观看 咱们在今后的视频 再见吧 拜拜 拜拜 拜拜